在他面前 没有谁敢自称出身枪术世家 王秀在天下枪林的地位 如同李纯刚之鱼剑道 食于柔软铁骑自视骑术抄群 以及胯下战马出类拔萃的富丽 同时提起长枪 只是双方相距极尽 战马的血统和驯养在优良 也不能再承在一名重甲骑士的前提下 进行爆发式冲击 两体战马同时踩着细碎步子 率先杀向轻衣倾斜的清秀女子 他们这时与其皆是跟随山主 九经沙场的竞技武器 对阵军旅甲氏和江湖人士都十分擅长 两杆漆黑铁枪 居高临下 一杆刺 一杆扫 左边刺向青鸟眉心 右边扫向青鸟臂膀 青鸟曾经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刺客 入蟒练枪以后杀人手法浑然一变 契合王秀刚猛魔争的枪法宗旨 尤其是当王秀的刹那 由女子之身的青鸟使出 更为赏心悦目 刹那枪出 明明是昭示简朴的一记笔直递出 枪身竟然弯曲出一个诡异弧度 青鸟枪身外弧撞在铁骑刺鹅一枪的枪身上 撞偏了这一枪后 刹那枪身借力再取弧 弧口瞬间变了一个反向 把扫臂一枪又给崩掉 然后刹那枪拧直一戳 透过战马头颅点在马背上假尸的胸口 枪身一曲身弧度 枪头尽头叙事一崩 就将那名骑士的胸甲炸裂 整个人被挑飞到空中 尚未坠地就已弃绝人亡 王秀的崩自绝 伤人身体血肉更伤人经脉气机 诸王首席刺客一截柳的插柳成音 可以让剑起生根 这等阴毒剑术 其实便物自王秀的枪法 王秀一生协计游天下 狭路相逢 从不让步 出手更不留情 北莽这二十几年中 有无数武夫 惊严王秀枪术 王秀就像一条黄河蛟龙 身死之后 后背江湖探河寻宝 有人不过捡起一鳞半爪 有人拾起龙须 唯独一截柳抓住了那颗梨珠 轻鸟自幼见识王秀 这个武痴的炼枪行径 进水楼台 更继承了父辈的天赋 对于四字角的领会 远非一截柳这些外人能够想象 那会儿 雄镇北梁武林的王家 总能在内院见到一个小女孩 不论寒暑 都在一步一走练习出枪 满手老茧提一根木杆子不断抽扯 青鸟在对撞狂奔中一抖刹那 缠那住一杆铁枪 手中刹那的枪头 滑出一个气势磅礴的魂园 一名骑士的整颗头颅就给摘掉 他一脚踹在擦肩而过的战马腹部 连人带马都震出三四杖外 奔袭中 脚尖一点 躲过双枪扎刺 手心滑至刹那终端 枪势悬出一个大圆 大圆更有刹那枪带出的本身弧度 如同一条套马绳在空中晃荡 叙事至圆满 刹那离手后 以它为圆心 二十步以内 三骑连人带铁甲再带战马都给截断 或断腰 或断头 青鸟继续攻腰前冲 刹那恰巧飞荡在它手边 一枪震出 在一名骑士面墓前三寸处急停 不等铁骑暗自庆幸 这杀人如麻的女子契机衰竭 旁人只看见她的一张脸便塌陷下去 惨不忍睹 青鸟轻拍枪杆 刹那枪环绕到身后 可挡住做刀劈的一根灵力铁枪 胡子能杀人 也能防御 背对骑士的他双臂敲在枪身上 刹那枪顿时弹砸在那名骑士的胸口 青鸟转身右脚后撤一大步 握住弹回的刹那 便横作数 便是一个回马枪托自绝 将那名本就已经脸色如金箔的惨淡骑士 腹部捅出一个大窟窿 青鸟微微提枪 巨大挑力使得尚未死绝骑士飞向天空 他抽枪 傅耳一戳一脚 这名假尸的尸体就开了花 他四周 能够站着的没几名骑士了 仅剩下小半数目的骑士眼神交汇后 都准备展开誓死一搏 青鸟眼角于光望向小溪那边的风波 还要杀得再快一些 徐北纸想死的心都有了 原本不信鬼神之说的读书人 此时给如同红服的鹰雾四壁扯住 掉在远离显地的一棵大树上 先前几次远观 猪袍原鹰都是一面世人 四壁齐齐缩入大秀 这会儿徐北纸近距离望着那张地藏菩萨悲悯下 清清楚楚感知到他的四条胳膊 默默闭上眼睛 他曾经跟爷爷争执过子不语 怪力乱神这七字的著书 徐怀南与历代如是持有相同见解 将怪力乱神一成怪异 永利叛乱鬼神四世 徐北纸则认为 不应是简单建立在 儒家对墨家敬奉鬼神的非裔基础上 怪力乱与神之间并非并列 而是间隔 乱作动词用 神专止心智 这会儿徐北纸倒是觉得自己大错特错 又是念经念咒又是口诵真言 鹦鹉根本没有理会如坠冰教的书生 那张欢喜向面孔望向远方 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帮忙 朱袍广秀那批有青芒甲的鹦鹉丢掉手中累赘 摔了徐北纸一个七荤八素 他那句不看双面四臂 其实也算玲珑有致的 郊区开始缓缓上浮 高过顶端之鸭 大袖招摇 衬托得一双不穿鞋袜的赤足玉 发雪白刺眼 徐北纸偶然抬头 瞧见这一幕 更加站立 难道真是从风都跑出来的鬼怪不成 原鹰僵硬扭动了一下脖子 他的事业中有繁蜜如黄群的众多甲氏 弃马不行 向山上推进 鹦鹉摸了摸肚皮 打了个嗝 常人酒足饭饱才打嗝 他是饥饿难耐时才会打嗝 西上第五河讥讽道 道要看你能躲到何时 动了怒气真火的提兵姗姗主将龙金往后一抛 他压断马背时抽了刀 既有金丝团子的刀鞘就留在了死马附近 插在地面上 这一抛刀便将龙金归了鞘 第五河本就不是以刀术著称于世 既然曾经徒手折断了邓茂的长矛 就很能说明问题 第五河砌刀不用后 瞧了一眼晃荡起伏的小溪下游 发出一声冷笑 也不再刻意玄气飘浮在溪水之上 跟徐凤年一样潜入水中 徐凤年终于现出身形 浑身湿透 提了一柄剑气如风飘浮的春秋剑 溪水从他头顶迅速退去 高度下降为腰间 双膝 最后止于下脚底的水渍 实在是无路可退无处可藏了 第五河所占之地 成了分界线 小溪被这名紫衣男子组结 不得靠近那条横线一丈 汹涌浑浊的溪水在他身后止住 不断往两岸漫去 溪水张牙舞爪 像一头随时责人而逝的黄龙恶骄 徐凤年做了个让第五河觉得反常的动作 将锋芒无匹的春秋剑还翘 刀归翘 那是第五河有所平逝 剑归翘 急着投胎吗 第五河大踏步前奔 如闷雷撼动大地 魁梧男子每走一步 身后溪水便推进一步 徐凤年一掌回撤 掌心朝内 一掌推出 掌心向外 十二飞剑 结成一座半圆剑阵 是以那截青丝的手法造就 取了雷池这么个还算响亮的名字 第五河则是十打十一粒将食会 毫无花哨手段 相距五步时 身形侧向凝转 一拳便狠狠抡下 徐凤年一掌扶摇撑住那催成汗衫的拳头 双脚下陷泥地 没过膝盖 一掌托塔式 叠在掌背 竟是不躲不避硬生生 要扛下这一拳 第五河怒气横生 一压再压 徐凤年膝下淤泥剑舍开来 迅捷过羽剑 第五河身后的溪水一样摇晃厉害 徐凤年的剑阵凝聚不散 并不是要做那多余的攻势 而是戒十二飞剑的剑胎扶衬大黄亭 人与剑阵灵犀相合 第五河一脚踹出 面无表情的徐凤年右掌下拍 左掌推向第五河胸口 既没有拍散那一脚 也没有触及那一席紫衣 徐凤年仅是卸去一些劲道 便徒劳无功地往后掠滑出去 双脚跟刀子在膝底割出一条沟壑 不等徐凤年站定唤气 第五河一记鞭腿就扫向脖梗 徐凤年斜过肩头 双手挡住 光是看半圆剑阵的颤抖幅度 就知道这一脚的势大力沉 徐凤年整个人陷入西岸等人高的泥泞河墙中 第五河一脚踏在徐凤年心口 将他后背推入泥墙及齿身 有有闲情摇头取笑道 亏得有十二柄不输无家剑种的飞剑 不取人头颅 还能算是飞剑吗 第五河双手探空一抓 然后五指成钩 一座由青丝结雷池的剑道 崭新阵法 就给距离撕扯得摇摇坠坠 徐凤年不给他毁掉雷池的机会 尖撞向第五河 第五河一手扯住剑阵 一手横臂挥出 侧飞出去徐凤年契机 和剑阵顿时失去牵引 第五河一脚踩地 高高跃起 一记肘击轰向尚未稳住身形的徐凤年 西地出现一个宽障鱼长障鱼的大坑 这还是徐凤年拿海市渗楼 削去第五河一手十只星号星号尽道的后果 第五河宁笑道 就这些金粮 也敢跟我叫板 第五河站定 不再追逐落魄狼狈的徐凤年 拉出一个天人抛大顶的威武大架 当空一拳 徐凤年契机流转速度 攀至习武以来的顶峰 双手画圆附画圆 仍是无法彻底消弭 这一拳的迅猛刚风 身躯被击中后 弯曲如宫 徐凤年嘴角渗出乌黑血迹 含糊不轻道 我曾醉酒编鸣马 第五河不留情地展开碾压式击沙 只见西地紫衣气焰彪饼 黑衣剑客不断击飞倒退 在干涸的西地 已经足足打出了一里路距离 第五河甚至都没有听清徐凤年的下一句 我曾年少至千金 宫市连绵雷霆万军第五河 带住一个机会 抓住徐凤年双腿 朝身后吸水丢出 徐凤年的身体划破了汹涌吸水 一气划出大半里路 徐凤年单膝跪地 一指轻弹身后春秋剑鞘 我增春秋换春雷 春秋剑与剑鞘一起飞出 刺向一只行囊 徐凤年一柄出鞘春雷在手 徐凤年站直以后 微微屈膝 右手双指并拢 左手春雷刀尖指指第五河 我曾西底沙指悬 未完待续